我们在人间经常讲一句话 叫无所谓 今天把它上升到佛法的理论来讲解 无所谓就是趋烦恼 如果你对任何事情都不追求了 无所谓了 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要看破一切 如果看不破放不下 就是有所谓 师父还说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人活在世上就是个因缘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五大法宝助力先生免去手术之苦 我是2011年接触到心灵法门 2012年开始正式修起 自从修行心灵法门后 家里一直都平安吉祥 真的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慈悲护佑 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先生免动手术的灵验案例 我家先生原本要动前列腺增生和尿结石的手术 我通过许愿放生念经转功德 使先生免去动手术的皮肉之苦 2022年10月初 先生去医院检查前列腺的疾病 当时做了各项检查后 医生说 先生的前列腺增生已经很严重 而且还有尿结石 必须要马上住院动手术 医生也立即开好了住院单 由于先生公司里的事情没有处理好 他没有立即住院 大约快到10月底的时候 先生准备从公司回来去医院动手术 这家医院是先生公司的老板帮先生联系的 先生从公司回来的前一天 我和师兄商量了一下 师兄建议我马上许愿 一定要愿力大于业力 我听了师兄的建议后 马上跪在菩萨面前许愿 给先生放生5000条鱼 6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会在2023年5月31日那天送完 放生完成转了一些功德 假如先生能免去动手术 以先生的案例献身说法 写分享稿分享 让更多的人相信佛法 此日先生一瘸一拐地从公司回来了 原来他的脚受伤了 先生说 他的脚也没有碰着过 就无缘无故地痛起来了 原本预约好第二天去医院做检查后 就准备住院 可是先生因为脚痛的原因 就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 到了11月初 先生独自去医院做检查 准备住院 做完检查后 医生告诉先生 不用住院动手术了 说症状不严重 配点药吃就可以了 先生回家后 休息了几天 又去了好几家医院做检查 检查的结果都一样 不用动手术了 而且尿结石也没了 真的太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伟大的佛祖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带师兄分享法喜事情 前几天 师兄家里小孩突发急性烂尾炎 晚上十点才手术 师兄给助念大悲咒 手术很顺利 小孩正逢三六九 手术后伤口痛 无胃口 师兄给小孩放生 许愿 念经 许愿给小孩要经者 二十一张小房子 放生一千两百条鱼 师兄手里没有自存的小房子 在医院里也念不出来 感恩师兄住院二十一张小房子 烧完二十一张小房子 梦到要经者 需要六十九张 师兄继续许愿 给要经者 再念四十八张 再加上师兄放生甲鱼 黑鱼 寄鱼 一共超过两千条 小孩不到一周 就顺利康复出院 感恩心理法门 灵硬无比 师兄们 一定不能懈怠 否则 家人业力爆发 很难挡灾 一定 努力精进 好好学佛念经 忏悔 还债 随缘消旧业 莫要造新业 世间一切不可得 多积累 回天的资粮和功德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今天我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灵验事件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前一段时间听录音 师父开始说 如果反光的佛台印在地板上 你脚踩着 你就有业障了 要铺块红地毯 我一看我家佛台 虽然菩萨像没有反光到地板上 但是供的富贵族 有反光到地上了 这样走过的时候 就会踩着富贵族的倒影 我心有借地 也买了地毯铺上 我家孩子明年高考 需要户口本 高考报名 在中国高考是多么的重要 记性差 找了半天都没找着 急得不得了 我就想不找了 先铺佛台前面的地垫 我一边铺一边想 我把铺地垫功德 换找到户口本 就这个意念 两至三秒钟 想起户口本在哪里了 精准找到户口本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带给我们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大家好 我因为骨骨 颈骨折 打了三根钢钉 因为有一根钢钉太长了 磨着上面的骨头了 需要把那根钢钉取出来 要手术而祝愿 九日做手术 感恩佛缘 让我遇到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遇到这么多好师兄 手术时 师兄们不仅慈悲地为我祝念 而且还慷慨解囊 为我放生 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 因此 我的手术非常成功 非常顺利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感恩生命中的一切缘分 另外我再分享一下 动手术前 主治医生看了片子说 骨骨 颈骨折 很难长好 很容易坏死 他做那么多手术 只有两个没有坏死 我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 太不可思议了 我就告诉主治医生说 我信观世音菩萨 是菩萨保佑我的 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一定要好好珍惜 你们精进 学佛念经 弘法度众 我会好好 修心 学佛 报佛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新年师父开示极锦 春节上头香 为何孕妇年初一在家上香较好 选自2014年2月2日 悬疑问答 孕妇啊 那个为什么 就是大年初一 在家上香比较好 孕妇到大年初一 两个问题啊 在杨健讲起来 小孩子被挤掉啊 上头香 你去那个庙里多挤啊 对啊 第一个 第二个 孕妇 她因为本身是带着一种血光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她孩子因为魂魄还不起 你看看庙 上头香的时候 菩萨也多 鬼也多呀 你碰不到菩萨 你碰见鬼怎么办啊 那小孩子跑了啊 掉流产的太多了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因缘是自生自灭的 这个因生出来之后 等到缘成熟了 就灭掉了 没有了 就像妈妈把我们生出来 等到我们长大了 妈妈过世了 跟妈妈的这段缘分就没了 就灭掉了 其实妈妈跟我们这一辈子 就这么一段缘分 这就叫因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